按照规划 到年底 全国ETC用户将超过1.8亿 在ETC卡高速普及的同时 不时冒出的ETC卡被盗刷的新闻 特别让大家担心 ETC卡会不会普遍存在盗刷风险 又应该如何有效避免ETC卡被盗刷呢 对此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给出了权威回答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 截至8月27号 全国ETC用户累计达到11587.77万 这些ETC卡共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交通行业早期发行的单用途ETC卡 第二种是交通行业与银行联合发行的记账卡 包括一张单用途ETC卡和一张银行卡 第三种是交通行业与银行联合发行的二合一的联名卡 即在普通银行卡上集成了ETC功能 前两种卡都不存在着盗刷的风险 只有第三种卡 如具有银联的闪浮功能 并且开通了免密和免通的服务 就存在着盗刷的风险 但是只要我们通知开卡银行 关闭这个双免的功能 就不会存在着被盗刷 孙文健表示过去已安装二合一联名卡的ETC用户 应尽快拨打开卡行的客服电话 确保双免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督促停止发行二合一联名卡 针对近期个别地方发生的盗刷现象 我不再次印发了通知 督促指导ETC发行服务机构和合作银行 立即停止发行二合一的联名卡 如用户确实需要 发行时应默认关闭双免服务的这项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